自己到一個人真的搖躍的地方 只有自己想想真的抱著一個孩子 哇塞那種感覺好真實 現代夫妻為求一職不惜雜重金做人工升職 而台灣的升職醫學進步 試管因而成功率堪比美國 價格卻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 不僅成為國內不孕夫妻的首選 也讓中國港澳的夫妻來台尋找 一切神機 我們能夠分兩大類 一大類叫做人工受精 它是屬於體內受精的一個治療 那第二大類叫做子管嬰兒 我們叫IVM 子管嬰兒它是體外受精 我們講第一個 體內受精這個人工受精叫IUI 它其實只是取代性行為 把肩甘的精神取出體外之後 我們再把現在的精神 用搭反而打到子宮牆內 那第二種叫做子外受精 就是把精神跟卵子要取出體外 我們用人工的話是幫他們受精 然後再把它植入太太的子宮裡面 那這個叫做飾管嬰兒 賴宗宣醫師表示 飾管嬰兒技術不斷進步 能以縮時攝影監測胚胎狀況 盡視帶視 就是說胚胎住在那個縮時攝影的培養箱裡面 然後做這個即時的監控 監控這個胚胎 賴宗宣醫師指出 飾管嬰兒的成功率比人工受精還要高 但成功率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少 35歲以下成功率5到6成 38約4到5成 40歲約3成 45歲以上僅剩1成5 開業副財科醫師蔡峰博表示 台灣飾管嬰兒成功率很高 是亞洲地區的龍頭 因此每年寒暑假都會有反台做飾管嬰兒的人潮 據統計台灣飾管嬰兒著床率成功率達36.3% 直逼美國水準價格卻只有美國三分之一 而台灣會有如此的成績 是因為人工生殖法規範嚴格 如果醫療院所的飾管嬰兒成功率太低 未達平和標準就不得執行 這也使得台灣飾管嬰兒水準長期維持高大